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话不畅 事实上 这样的情况也是脏腹出现了问题 伴随着脾胃不好十分常见 那么脾胃不好该怎么养呢 今天 小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脾胃的养生知识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首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脾胃不好的四种人群 一 男人的脾酒度 精力不济和脾胃运化不到位有关 很多男人喜欢去喝啤酒 而啤酒本身是湿气比较重的水 性不热 偏寒湿 喝下去以后会加重脾胃的负担 时间久了 脾胃过重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啤酒度 而脾胃虚弱就容易出现精力不济 头晕乏力 耳鸣悬晕等问题 甚至严重的话会出现血压升高 面色涂红的问题 说到底 这些都和脾胃运转市场有关 二 女人的精 带 胎 蝉 乳都和脾胃的运化升降有关 女人以血为用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脾胃虚弱 气血不足 在女性身上最特异的表现就是月经问题 脾胃同血 可见月经过多 脾胃虚弱 水饮不化 亭聚中焦 致氢气不生 灼气不降 可以有妇女金钱偶饿 头晕目眩 在父亲主女科里提到 凡病起于血迹之衰 脾胃之虚 而蝉后游肾 蝉后的脾胃不足 气血虚衰是格外需要重视的 此外 脾胃的女人老得快 其中最典型的一点就是 阳明脉衰 面屎胶 发屎堕 老人变老是脾气虚弱开始的 三 小孩的咳嗽 反复感冒多与脾胃有关 中医五行认为 脾土生肺筋 脾胃是肺脏的母亲 母亲功能强大了 孩子才不容易被人欺负 如果母亲出了问题 孩子肯定也会有所不足 而小朋友本身的特点就是脾胀不足 如果这个时候还给小朋友吃了很多东西 导致脾胃受伤 很容易就影响到肺 结果导致了咳嗽 感冒等问题 如果脾胃功能弱 正气不足 外邪就很容易入侵 时间长了 孩子就容易出现反复感冒 咳嗽不育 甚至落下哮喘等病根 四 老人 脾气虚 皮肤哭 皇帝内经讲70岁 脾气虚 皮肤哭 老人容易出现脾气虚的问题 比如明显可见的饭量少了 吃不下 稍微多吃点 吃硬点就不消化 有的吃完饭就开始犯困 也有很多问题容易在饭后出现或者加重 比如心慌 头疼 这都和脾气虚有关 皮主肌肉 四肢行动协调能力和脾相关 上了年纪后行走缓慢 走一步要接好几步 走快点就上气不接下气 胃肠道的肌肉也归脾气管 脾气虚弱时 肠道肌肉蠕动无力 大便难以排出 过而老年人多数都有便秘的问题 大便时都要使劲 用力 很多症状看似不要命 但却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而这一切多数和脾气虚有关 脾气越虚 出现的问题可能就越多 在正常情况下 人体的血迹循环 会不断把脾气的热能输送到体表凑里 调节我们的体温 但是脾气虚弱的人 身体无法从脾气获得足够多的精液和能量 来输送到激凑 体温调节发生障碍 就出现了含热不耐的问题 表现为冬天怕冷易感冒 夏天怕热会中暑 还有免疫力低下 或者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 也可能是脾气的问题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脾胃是最直接 最容易从外界获取食物和药物 而这些东西经过脾胃的运化 可以给我们人体提供驱除病血所需的物质和能量 换句话来说 脾胃功能强大 运化水骨精微能力正常 能够源云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正常声明 活动进行的物质交换 为外防御 抵抗病血所需的能量 素问中也提到 脾胃建议之官 如果脾胃虚弱 建议失职 无法及时监督并且纠正身体各部分的情况 表现为脾病则五脏不安 病血入侵 内外受困 从而容易出现各种免疫性问题 如过敏性疾病 可以这么说 脾旺则百病难亲 脾虚则百病丛生 既然脾胃如此重要 那我们该如何养好脾胃呢 一 男人补肾的前提是养脾 脾为后天之本 能运化 转出水骨精微 营养肾精 肾为先天之本 肾养 肾婴能够资助脾胃运化 男人重在补肾养精 而养精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五骨杂粮 要以五骨来养脾补精 因为五骨都是种子 种子可以增进脾胃的功能 还有滋养生命的生发力 二 女人怎么养好脾胃 延缓衰老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而妇人所重者 载者 养好脾胃 调和好阴血 是女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功课 在这里小关推荐给大家一个方子 龟脾汤 油白树 人参 黄旗 福神 当归 远质 酸枣仁 木香 桂圆肉等组成 适合心脾两须引起的世面多梦 心机不宁 也可以用于皮肤同学引起的崩漏等 三 小孩子如何强壮脾胃功能 现在小孩子皮虚 多和吃饭习惯不好有关 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 吃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的家长会在饭桌上斥责孩子的功课 孩子心里一郁闷就吃下了鸭气饭 其实吃对饭对脾胃就是一种很好的调养 吃饭时要细脚慢咽 不要说话 坐稳吃饭 也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生气 郁闷 脾胃怕生 怕冷 怕撑 各种生冷寒凉的东西 比如雪糕 汽水尽量不吃或少吃 同时也要注意饮食节制 不要暴饮暴食 四 老人如何养皮 老人养皮主要要注意这两个忌讳 老人忌讳吃辛辣生冷的东西 老人忌讳呕吐和拉肚子 呕吐和泄泄最伤脾气 所以不是必要的情况下 给老人治病 不轻易用吐发和吓发 老年人牙口多数不好 建议喝点黄色的黄米粥 黄色入皮 食人酒脾虚 现在脾虚几乎成了常态 很多人都关心吃什么东西对脾胃好 吃哪个药可以健脾养胃 但脾虚运化失质 体内就容易滋生痰湿 食肌等机制 这个时候不清通淤堵 痰和补养气血呢 所以有没有什么东西既可以清补脾胃 不上火 又不增加淤质呢 其实还真有 那就是本草纲目里说到的灵根 荷花的根 莲藕 莲藕的确很神奇 藕生者甘寒 能凉血止血 处热清烦 平时感到心烦 体内有热 口干口渴的人 可以来一杯生榨藕汁 藕者煮熟吃 性无味 变成甘温 能够健脾开胃 一血补心 补五脏之音 莲藕能补血养皮 能通气 无逆质之偏 还不上火 对于虚不受补 体内阴虚 内热 血少的人都很适合 莲藕是莲花的根 古人多认为植物的根是其脸藏起来的精华 是营养积存的地方 莲藕默默埋藏于淤泥之中 但其气 情幽芳节 是一种默默续积的内守的力量 《本草经书》记载莲藕能识下胶 酒服有令人心欢止怒的作用 在民间就有女子三日不断藕的说法 女人经期产后处鱼 都可以吃莲藕 大家都知道产后 气血亏虚 一般即食生冷之品 唯独生莲藕 不同生冷 因为它能破血 有助于产后排污 把莲藕煮熟吃 又有健脾补血的作用 是非常好的做月子食材 藕一含一温 既能清热解暑 也可以温补脾胃 非常适合孩子 不仅生榨藕汁 能够节热止渴 可以缓解孩子夏天或者初秋 因为热血伤肺而引起的口渴 咳嗽 嘴唇干燥的症状 而且煮熟吃能健脾开胃 润肠道 适合经常爱吃肉不吃菜的小朋友 对于老人来说 莲藕最好榨成汁 或者炖得烂烂的 这样会更好消化一些 莲藕好吃轻补不上火 也没有特殊的禁忌 很适合一家大小都吃 而纯藕 研磨制成的藕粉 杏味干瓶 有易血 健脾开胃 生筋的作用 全家老少皆宜 就连六个月几以上的宝宝 都可以拿来当腐食 而且在纲目仪时 还提到藕粉是 凡一切症 皆不计可服 这里的皆是大多数的意思 由此可见 藕粉其性平和 适合一般人的体质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能吃得太饱 一旦吃得太饱呢 会损伤胃粘膜 促食未必扩张加重 在睡觉前 不建议大家多吃食物 一旦吃多了 也是非常糟糕的 会导致夜间消化不良 甚至促食脾胃 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所吃的食物一定要干净 清洁 对于不干净 不卫生的食物 一定不要食用 以免出现细菌感染 带来更大的隐患 同时 要做到饭前 便后要洗手 勤洗手 去除手上的细菌 避免接触不干净的东西 介绍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对于脾胃不好的人 该怎么去养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吧 希望大家都能多注意脾胃 科学合理改善 才是最好的 健脾的小妙招 一定不要忽视了 科学改善护理身体 避免大麻烦 不能大意 好了 关于脾胃的内容 小关就和大家介绍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脾胃养生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